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talk 那首先呢,要先跟大家说的一句是 上营科技的董事长卓永财先生 那他要和大家说的一句话 虚心学习,勇于挑战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的talk 那这个是我的目录 首先呢,先会跟大家自我介绍 那接着呢,就是说 我们东吴大学的一些校园环境 那再来呢,会做一个科系的介绍 那以及呢,印象最深刻的课程 那接着呢,是我双主修的部分 以及课外活动 还有最后呢,是我的学习心得 就是这三年下来我的一个心得部分 好,那第一个首先自我介绍 那我是东吴中文系三年级 那我叫谢文心 那这个是呢,我talk的一个介绍的页面 这样子 那拍摄的地点就是东吴大学的一个校景 那再来,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感觉很小孩一点 就是长得比较像小朋友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虽然是无法超越的高中三年级 可是也是会感觉比较亲和力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些照片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旅游 所以这一张是我暑假的时候 就是去花莲的那个金针山的照片 那再来呢,就是讲到我的个性是 不放弃的拼命十郎 就是比拼命十郎还要多了七分 对,就是我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个性 就是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做到最好 一定要坚持到底的精神 那这个熊大呢,这个照片是我当初画的 就是象征说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努力 那再来就是进入到介绍学校的部分 那我会先介绍两个校区 然后还有就是科系跟学院 以及我们新生实验辅导的第一里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徽 那他的校训是仰天地震气发古今晚人 就是学校呢,希望我们经过这样四年的一个 教育的一个过程 然后可以变成一个完人 那我们的校训 校会的主要颜色就是有红色跟黑色来做代表 那我们总共呢,学校有六大的学院 包含人文、社会学院、外语、理学院以及巨量资料 这个是在双系的部分 那法商学院呢,是在城中 对,然后我们总共有22个学系 那这个是我们东吴大学的一些校井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下面横的呢,就是我们新的校徽墙 那首先介绍是我们第一个校区是在双西 也就是士林的部分 那他是坐落于外双西旁 有无限延伸的灵犀小井 就是非常的长 那这是我们大门口一进去的地方 然后就会看到,哇很长的一个灵犀小井 那上学啊,或是坐校车都会从这个灵犀路这样进来 这样子的,就是还蛮长 对于迟到的同学可能就是他们会记忆犹新的这条路 那再来就是我们,像这边这一张呢 是B栋大楼里面 那就是我们综合大楼 像学生都会在里面吃饭等等 那中间这一张是我们第二教研大楼外面的那个 外双西的河畔这样子的看到的景象 然后以及那个新增的一些座位区域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操场的一个校井 它是一个夕阳的一个照片 那还有我们的行政教学大楼 还可以看到校车在里面哦 那再来是城中的部分 那城中校区呢,是在西门町的地方 然后它是在贵阳街那附近 然后有法商学院 那这个是城中的校井 那再来介绍第一礼就是 我们的新生实业辅导为期四天 然后大家就在这四天里面互相认识 就是说,哎,很高兴认识你啊 然后是你从哪个县市来,你从学校毕业的啊 对,就是透过这四天的活动 让大家对彼此更加了解 那也对,又透过这个活动了解学校环境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班级竞赛有德明啊 对,然后就是大家很开心拍个团体大合照 然后前面看到的那一张呢 是我们的校棋 呃,那个班棋 班棋,对对对 大家就是还蛮用心做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凝聚了班上的一个象星礼 然后再来是科系介绍的部分 呃,首先是介绍我自己的本科系中文系 以及我的双足修日文系 那首先介绍中国文学系 那我们系上呢,是以古典现代及应用三大领域所做一个主要的结合 那首先中文系就会想到就是有ABC三个班级 我们是分三个班 可是不是用学测或指考成绩来分 但是就是有一个美班有各班的风气这样子 对,然后分别代表A班就是人间 B班就是天堂 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多会玩活动的同学等等这样 那C班就是地域 就是我所在的班级就是 呃,虽然地域的意思大概就是指 大家应该了解就是功课量可能会比较多 或者是你看像这个比例词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嗯,非常 呃,功课量很大 就是要做那个论文或者是团体报告的时候 就是要看很多的书籍 对,所以很蛮辛苦的 那虽然什么样的辛苦 但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是感情还是都很好 像我们一年级也会 一到三年级都会常常有导声句 那那时候我们班级竞赛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口号是中1C天天笑嘻嘻 就是表示我们都是感情很好开心这样子 嗯,好,那再来就是进入到这个必修的课程部分 就是我们中文系四年下来的必修 对,那,嗯,再来就是先从 嗯,刚才有古典现代以及应用三个部分 那我们先从古典开始 第一个部分是传统国学 那它就比较着重在古典以及诗词曲的部分 那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想到说 诶,可能是超满课本 呃,超满文章内容的一个 嗯,很艰深的内容还是什么吗? 其实不是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 嗯,简单 就是它还其实有很多内容 像是我们有一堂一年级的必修课 就是文学概论 那它是认识文学的一个基础 像是透过,呃,一些做报告 实际的报告 或者是让,呃,各个学者的一个说法 然后透过他们来对文学这两个字呢 下一些定义 那对文学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有更深的了解 那老师也会常常让我们去参加一些议文活动 像这个是我们自己 我自己去参加 像参观博物馆啊等等的 嗯,一些照片这样 那也会写心得 然后透过议文活动 你也可以从欣赏艺术品 然后更加了解 艺术或语文学之间的关系 那再来是国学导读 那导读顾名思义就是 嗯,基础的一个导论 概论的那种感觉 对,那国学导读 基本上它就是会教授一些像是十三经的一些内容 还有对各个文学家的一些认识 对 那再来就是文学史 那它是会比较强调是,呃,一个文学史的流变 像汉赋啦,唐诗,诵词,圆曲 这样子的一个流变过程 好,那呃,这边呢 是就是我的笔记部分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 呃,平常读书的时候是怎么样做这个笔记的 那还有老师上课都会让我们画一些素线 呃,素线,素线图 然后来更加了解这个流变 那再来是思想史的部分 那思想史它是三年级的必修 那它里面就会讲到一些跟 像是大概可能一想到思想史 可能会有老子、中子这些的,呃,第一印象 那其实我们是从先秦时代的孔孟老庄思想 一直到,呃,宋明的宋明理学 这几个部分全部都会有所摄略这样子 对,那这是我们老师自作的精美的讲义 对,那老师也会常常提示我们说就是 诶,有哪些部分是研究所会考的 同学可能就是会有想要去考研究所的话 就可以参考 那再来就是,呃,中文系呢 其实它的考试平常都不太会有小考 嗯,除了末书之外啦,就平常不太会有小考 那,呃,像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常常要写的其中其末的深论题的内容 那就是给你一张空白考试券 你就要把它写满,填满你所有知道的内容 所以你要看很多的书啊,或者是去做一个整理才要把它考试 对,那再来就是,呃,中文系最主要一定会要有的基础的,最后的基础就是 二到四年级的文字生日训古的四个课程 那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训练过程 那这也都是比较重的科目,就是功课量比较重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以上呢就是古典文学的部分 那再来就进入到现代文学 那现代文学呢,主要就是,呃,会跟比较多的就是选修的部分 会比较多现代文学,对 那像必修现代文学的话可能就只有应用文 或者是像,呃,现代文学史 这两个会比较跟现代有关系 那其他像现代文学我们就,呃,有举例一些 像是,呃,新诗的课程 或者是散文的课程 还有小说课程 那我自己修的是,呃,一年级的儿童文学 那它就是教你,呃,做一个绘本 很像美术课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用一个环游世界的概念 就说,诶,这里是哪里啊 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巡回 然后最后回到台湾 那像我中间有画一幅呢 就是,这个是代表印度的,对 的,那个,我画的一个绘本的一页 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实用中文 那虽然我们中文系没有 呃,我们东吴没有像其他学校 就是有,呃,可能大传啊 或新闻这一类的系 或传播 那可是我们在实用中文这个领域 我们也可以让大家就是有 新闻或是编辑采访 这样的一个,呃,课程内容 像我们中文实务实习的课程 可能就会,像之前就是带大家到那个华市 然后去做一个参访 那可能就会看主播说,诶,他们怎么样写新闻稿 怎么播报新闻 那我们就怎么样跑新闻的内容 都会有这样的课程 好,那再来就是介绍,呃,印象最深刻的课程 就是,呃,以下我举例的这三个是文字学,字学方法集习作 还有曲选集习作,对,就是,呃,蛮,呃,对 大家等一下就知道了,嗯,好 第一个呢就是文字学的部分 那文字学它主要呢是在讲说就是 第一个文字学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有六书的内容 就是,呃,象形啊,指示,会议,转注,甲介,行生 那再来就是说文解字 就是许盛所写的这本字典书 那它里面总共的内容是有哪一些呢 那我们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内容 那我们等下也会跟大家做一下解释 那再来就是五百四十个部首的一个作业书写,对 那第一个会,大家文字学一点想到在一起 其实是小传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酷炫的文字艺术 那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 就是我抄写五百四十部的部首 那就是你要会先写它的历数 呃,就是现代繁体字的部分 然后下面就是写它的小传 对,那你就是,要写得漂亮 也是要一比一画的去刻画这样子 对,就是还,嗯,虽然说辛苦 可是如果你很喜欢写的话 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嗯,对,很辛苦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嗯,我们也会做一个文字学的报告 那这个字呢,是我的姓氏的第一个 就是我的谢这个字这样 然后我们也会对这个字做树状图的分析 从它的隐身意啊,甲介意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像是它的流变 对对对,它的字型结构的流变 对,那第二个下学期一个很重要的作业就是 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 那它就是针对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里面五百四十个部首 这五百四十个部首的字呢,我们要帮它做的就是像这样子 嗯,先知道它部首第几部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个示意的部分 示意是行,然后判断它是六书的哪一个种类 因为其实它不是简单就是,像型就是像型 它其实还有分毒体变体,或是神体像型这样子 那为什么是这个类别你要加以做说明 或者是说,许胜是哪里说了错误 那你要帮它就是解释说,诶,它是错在哪里 对,那对于这,从这堂课呢,我是了解到说 诶,对,除了对文字有更深的了解之外 你透过这个文字,那也会了解当时以前古人的一些文化的内容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是美术吧 就可以画得更好,更漂亮,对 那第二个课程呢,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 智学方法及习作,那它是大二的一个必修课程 虽然学分比较少,可是它作业量非常的大 对,好,那怎么说,为什么是图书馆大拜拜及疯狂翻书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般的平常时候的图书馆 就是我们还没做报告之前 那之后做文献目录就会有拜拜的一个盛况 这样子,对 那,呃,其实我们这一个,哦,对,一开始呢,老师会先让我们 就是抽钱,就是抽说,呃,你要做哪一个人物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做一个,呃,人物的文献目录 对,那我抽到的就是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陆游,对,南宋的爱国大师陆游 那为什么说他是战时的男朋友,就是因为 你要跟他相处为期一个月 从他的生平,他有哪些著作,著作有哪一些版本 然后再来就是哪一些期刊论文,对,你都要帮他一一的全部都找出来 一个地毯式的搜索,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像这样子的一本文献目录 那像路由的资料可能大概就有到九十几页左右之多,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拜拜盛况空前的样子 那就是,你看大家就是图书馆上面的桌子 全部都罗列了很多的书,对,就是我们在找他们 页数啊,或者是说有哪一些部分要搜寻,这样子 好,那透过这一堂课呢,我就是 觉得说我能力值的提升是在资料的查找,还有整理 就是你虽然找到那么多资料,可是你要把它整理出来 好像它是什么版本,然后页数啦,等等的 都要把它,而且要做一个整理的功夫 不能只是把它丢进去而已,对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觉得选择版本也是蛮重要 就是你在读古书,像是你要读论语,那你应该要读何彦的论语集结 或是说你读老子,那可能就要读王弼的柱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版本 因为不可能每本书就是有,也就是会被人家借走的时候啊 所以你就是,如果有这项能力 你查找资料的东西速度很快 那你就是,比较更容易易上手 那第三个科目呢,是大三的必修,它是取选集习作 也是一个蛮大刀型的课程这样子 就是,它有分上下学期,上学期主要是以北曲为主 下学期是南系,那像上学期我们就会做北曲的小令分析 那分析它一开始我们主要分析就是秤字的部分 秤字就是,它是,它小令的内容之余,它会有正字跟秤字的差别 那正字就是这个句子的原文 那秤字就是可以让这个音韵更加的流畅 或者是说,要增加一些情感 也就是不一定需要的文字,对 那我们要挑出这些字来 那我们就会透过句式分析以及运文的理解 来做这样子的报告 那这个就是我们小令的做出来的成品的样子 那就是,它会透过曲文跟句式分析来说明 那它主要的句式分析就是像说,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五言绝句,那可能会有上三下二 或是上二下三 那七言就是上四下三,上三下四的差别 那这个秤字可能会出现在哪些地方 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 例如说像说会在聚首的部分 或者是在这个上四下三的中间的部分 可能会出现秤字,那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 并且加以说明,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寒假 上学期过来就寒假了 寒假的时候我们班上每个同学 都会一个人创作两首的作品集 对,那这个作品集呢 当时我也是在里面当编辑群 对,那我们做出来的作品是狂想曲 那就是,对 大家可以做一个纪念 就是说,啊,我们曾经有写过曲哦 然后内容是什么这样子 对,如果有机会出版的话 大家也可以来看哦 那下学期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南曲做剧本分析 就是南曲不会像北曲一样有那么多的秤字 那主要就是做整个剧本的,剧情的一个分析 对,还有角色的出场啊等等 那像是我们会做一个古本分析 那就,呃,老师特别教我们两个名字 是人乐相继跟劳逸均衡 那我白话上一点来说的话呢 就是,呃,这个剧它的一个高潮叠起的情形 那每一个角色它的出场次数 那它唱曲数的多寡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内容 对,那古本分析像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感觉有跟四库全书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对,可能它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一个剧本 那中文系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古剧本 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对 那像那个山坡羊上面这三个字 它就指的是曲,牌 那下面的内容呢 就是它的曲文内容 这样它的一些对话 那透过这样子的分析 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数据化的表格 那像这个剧呢,就有三十出之多 那每一场出场人数的多寡 可以看到这个剧的高潮叠起 那并且呢,也要以文字 来加以说明 就是分析与说明的部分 那透过这一堂课呢 就是我可以学到就是 图表分析的能力 还有资料化 以及 古剧本的这个阅读能力 那再来还有就是 我们会有一些创作的能力 因为老师也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些 曲的创作比赛 或者是像刚才的这个狂想曲 练习的写作 那老师也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些 像是金句的欣赏等等 所以我们就是 在吸收以及运用上 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那中文系教会我什么呢 是我觉得可以跟学弟妹讲的 大概有三种能力 我觉得有学到的 第一个呢,就是记忆力 因为其实中文系没有要背诵 这个是骗人的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背诵 因为你毕竟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嘛 所以不免就是要背一些诗啊 词曲等等的 就是来提升你的文学造译 那如果你对背这件事情 不会很排斥的话 就是其实可以选中文系的哦 然后再来就是思考力 就是你会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去思考 对,那再来呢是分析力 分析力就像刚才我们很多报告 不是都会要有表格式的分析 或者是说图表式的分析 那这样以后你出去再写 不管是文案,论文报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内容 或者是老板可能要你上台 分享一个什么内容 你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 有条理的分析 那就套一句我们曲轩老师说 就是看到 看一个人做报告和他的目录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头脑 对,就是表示说 分析力其实是在以后出社会 是真的很重要的 那再来是讲到我双主修的部分 我是双主修日本语文学系 因为当初我对日文系就是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喜欢看卡通 所以还蛮喜欢日文的 那终于在大学就是有机会可以修读 那首先介绍的是日本语文学系 那这个科系的话呢 就是先讲一下我的双主修的过程 就是说门槛 第一个是讲到门槛 对,那就是在讲分数的时候就是 像是我在申请日文系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个分数的门槛条件 像是七十分或八十分 每年不一定这样子 所以如果同学想要在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修读上主修 那可能就是一年级可以就是 先把成绩顾好这样子 对,那有一些科系也是会有面试与否需求 那大家同学都一定要记得去查清楚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对修课的一个一二三就是要了解说 因为毕竟你双主修 那你可能就会有时间分配上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会有冲堂或者是党修什么的 这一些部分大家都是记得要去了解 因为每个系其实都不太一样 像日文系就是全部都有党修 它从中日出日高日 对,然后像听力有份一二三啊 或者是绘画也是一二三这样子 对,就是大家要记得注意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我修课的一个心路历程 就是我觉得双主修其实是很辛苦 因为我从大二开始双主修 那看到刚才哪一段地域的过程 还有考试啊,什么报告那些 就是感觉上压力也是会蛮大的 而且还要在适应这个日文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毕竟是学一个新的语言 对,那我那时候是 我是觉得可以建议同学就是在修读之前 你可以先去像是相关的补习班 或是参考书做一些跟这个科系有相关的阅读 这样会能够比较快上手 像我一开始就是会先去补习班补 那从五星开始学起 对,那像我到现在就是已经可以写 简单的日文作文 或是说简单的日文对话 就是感觉到自己是有成长的 虽然是有压力,可是是有成长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 哦,要提到一下匪陶匪奖 因为我觉得可以得到匪陶匪的人 真的都是生人 可是我也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 那这个奖呢就是如果我们学校有一些成绩优异 或是表现杰出的同学 在四年级毕业的时候 我们会在他们的毕业服上 就是挂一条紫色的缎带 那就是表示说 这个同学他是表现非常杰出的 所以我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像这是我这学期的那个课表 就是排得很满 对,然后旁边的话就是我的一个成绩 就是觉得说,一定要把 因为那是我的个性就是不放弃 然后又一定要很完美主义的人 所以会比较注重我的课业成绩 对,这样子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双主秀的一些 呃,心路历程 那再来要进到的是课外活动的部分 那因为我比较多的时间花在课业上 所以我就是社团我只参加了一个 对,就是招生服务团 可是我很喜欢这个社团哦 那他是在做什么呢? 他其实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 那主要的对象是以高中生为主 对,那这一张照片呢 是我们在呃,台大的这个摆台 呃,大学博览会摆台的时候 拍摄的一个照片 就是大家和乐融融的一个景象 对,那我们主要以高中生为主的话 就是说我们帮他们做一些科系的介绍 或者是到各个高中去摆台 然后做讲解 那有时候他也会来我们学校 我们会帮他们做校园导览 或者是了解各个科系啊 或者是大学生在做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首先在这个社团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是大学博览会 就是他会在暑假跟寒假的时候举办 那也就是帮同学到现场 就是他们会来问嘛 可能指考学测完之后 然后就帮他们做一些解答 那时候呢,我就是当一个专业的解说小组 对,那这当时 当然我们也是需要准备非常多的资料 像这边就是每一学年度 那每个科系里面都会在里面有一些介绍的一个精华的内容 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内容消化吸收 然后再传达给高中生们 对,那我觉得 我们这个社团在帮大家做的是 给高中生他们或是家长们一个需要 就是说,他们对我们学校的环境了不了解 科系有什么样的内容 特色或者是出入 那选填志愿有什么样的技巧 那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嘛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这样子 那像我当初也是选择科系的时候 就是有先来听一下大学博览会 那觉得说,东吴中文系好像感觉不错哦 所以我就来选填了这个学校 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就是在解说的一个景象 那旁边的向日葵宝宝是我们招生服务团一个很重要的吉祥物 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回馈的内容 对,就是大家活动结束后的一个回馈 就是感觉,嗯,非常的棒 那第二个活动呢,是认识东吴营 那他这个活动呢,是围棋 他有两个梯次 那总共都是一整天一整天的 那会让高中生他们分组 那就来我们学校做个像营队一样一整天的活动 让他们对我们学校环境或者是科系有更多的了解 对,好 那这个,因为我当初是加入美宣组嘛 所以我们就有做一些像是海报啊 或者是一些美术的编板等等的东西 那再来第三个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当总招的活动 是招服之业,对 第一次当总招办活动就是很紧张 因为以前都只是当过服务员 就是比较下面的干部啊这种 或是服务员 那就没有当过总招 就是要带领大家来组织一个活动 那要怎么样的去跟人互,跟同学们互动 要怎么样沟通讨论都是,嗯,第一次接触到课题 那当时我们就有帮大家就是举办一些,呃,辅训的活动 那就是会告诉他们说,诶,这个活动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要准备什么材料,分组是怎么一回事 对,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做一个解说的部分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影本团队们 就是靠着我们四,就是因为有,呃,我们四个人这样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是觉得意义很大 然后我在这个活动中呢,就是有体会到说,诶,伙伴的重要性 就是像你要拉站或宣传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有怎么样透过一个分工合作或是沟通 那下面的人有什么问题,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回应 对,就是很重要的 那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辛苦或很想哭很累 对,那其实都是因为有伙伴的支持 所以在社团里面你就会觉得,啊,伙伴真的很重要 好,那这就是我们,嗯,非常,虽然就是虽然说这么辛苦 可是大家还是都是在一起的这样子 对,很像温暖的一个家 那这是我们之前有像是美工日啊,练武啊等等 就是都还蛮辛苦 还有就是我们宣传的部分 对,就是,也是蛮累的啦 对,可是回想起来就是很美好的回忆 对,然后这是我们当天晚上就是表演的一个情形 因为它是一个夜市行事的活动 那就是会有人在上面表演 那有人在下面卖东西 对,就是,嗯,还蛮不错的一个活动 那我就觉得学到很多,对,就是 也跟大家变成好朋友啊,对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得到就是我们的成就感 跑活动啊,跟团队这些事情 都是你在社团里面才会学习到的 而且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说,诶,我可以组织一个团队哦,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会拉站,我也会画美工什么 我还可以跳舞,对 可以发现更多自己的潜能 那这是我们庆功宴的照片 那再来第二个课外活动经验是文字学的助教 就是,嗯,因为我对文字学这一块还蛮有兴趣 所以想要教授给同学 就是,帮助他们来学习这一堂课 对,那这个是我当初就是制作 因为要当助教你一定要准备一些东西嘛 对,因为就是 当助教其实也没有很简单 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个科目有很深入的了解 而且还要帮同学做一个解答 对,那这是我当时做的一些笔记的内容 对,再来就是 呃,讲到动机的话就是 为什么我会想要当助教 就是,最初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帮助同学 来了解这一门课程 那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啊,文字学很无聊啊,就是 就写写小传,然后可能是 就感觉没有那么的有趣 那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 就是,课后辅导的过程 让同学更能够了解 就是说,呃,这一门课 它有趣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子 对,是基于一个帮助的动机 那再来就是,呃,中间过程就是可能会跟 师生有要沟通的一个桥梁 老师跟你,那你跟学生 学生跟你之间的一些互讨论啊等等 都是需要去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当助教 其实是,除了你对这门课 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外 你还能够就是吸收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那最后呢,我的学习心得 就是要说到这三年来的一些收获 那主要是,第一个点是 我觉得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就是,呃,这是我们自学方法老师说 因为他刚才,就是他,就是说,呃,翻 凡翻过书会必留下痕迹嘛,对 所以就是你在大学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其实都会成为你以后 回忆起来美好的一页这样子,对 所以,呃,也是鼓励同学 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各种社团活动 然后就是,嗯,对你的科系的内容 你可以多加的了解 所以读了才知道说,啊,原来中文系 其实是这么样有趣 跟原本的想像是不太一样的 那第二个讲到是自己的改变 就是觉得说,我这三年来有哪一些的变化 对,就是,呃,像我以前对中文系感觉就是说 啊,可能就是诗词曲的解,字词解释 就是,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才会发现说 就是,诶,其实要写深论题 一开始要怎么写,其实都会很紧张,对 可是其实都会有同学一路的陪伴你 那你就是,嗯,跟大家一起做报告啊,一起考试K书啊 然后开夜车等等,就是,嗯,你都会感觉到说 你自己在大学的一些收获 那再来就是,在社团里面你也可以学到就是 很多的东西,像跟人际关系的沟通啊 或者是说团队合作等等的 那都是你这三年,或是你在大学生活之中 可以做的一些改变,对 那,这是,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 那这是我画的一个东武大学,嗯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talk